鸡巴还在做面 就是喜欢的 在硬手掌 什么呀 用巴来来 叮叮叮 小 用巴 嗨大家好我是莎莎 如果是之前就关注我的 都知道我过年的时候 就是回老家过年 所以今天呢 算是我第一个在香港过的年 小时候吧 我真的是非常的不理解 父母们呢 为什么一到逢年过节 为什么要把自己搞得这么的累 还要做这么多繁琐的事情 羊羊 抱歉 抱歉 把红包我们小孩子不觉得繁琐 打扫卫生 而且还要叫我们小孩子帮忙 贴对联 买年货 吃不完的剩菜 今年呢终于到自己 独立着过年 我们呢 就为了让孩子也感受到年味 所以我们也做了很多繁琐的事情 现在我能明白 为什么以前的大人 都喜欢做这件事情 我能明白为什么以前的大人 什么呢 嗯 公主要帮你了 开工历室 有多少 等 HOW 两个小朋友有两个 好 老师 总共是一百两百百五 据我所说就是香港人和广东都很喜欢拍开工历史 是我们打工仔有一个小小的福利 一百块五十块二十块 是所谓是开工历史嘛 一般都是管理程派给你们 那像我们这些隐婚人士呢 就看你跟他关系好不好 或者在职场上 你想不想跟你的同事打好关系 想的话 拍拍拍拍拍拍 因为第一次在这边过年我也没有什么经验 就是呢 租客啊 住户啊 都会派一些红包给保安啊 或者清洁的阿姨啊 给个十块二十块 尴尬 这边应该没有五块吧 因为我也没有收过五块钱的红包 因为这边的五块钱是硬币 叫我老婆公司的 他初八就叫员工回去 拜拜神 吃吃饭 然后呢 到初九不用上班 然后初十才正式开工 香港的老板都很信任些 之前我上班的时候也是这样 叮个喜常化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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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是开业的时候 当然他们会请一些封守与代谢 掐子一送 真是没有经验啊 我应该也准备一些十块二十块的 就是派给一些 同一栋大厦的工作人员 这样子派派 我觉得也挺好的 要不我今年买的红包 我就派了两三个 明年我就有经验了 我就准备一大碟纸币的零钱 对不对 如果我明年还在香港过年的话 说明还没有通关 呜 呸呸呸呸 还是要为老家过年好吧 好 这期先到这里啦 如果你有喜欢纸币 谢谢观众 拜拜 拜拜